边境总是能给人惊喜,因为这里总是有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情 相比较西部边境,东部边境的旅行呢,其实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西部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朋友,而且无论是从饮食还是生活习惯都和我们有明显的不同 东部呢,则相对差距不大,直到我们的旅程来到了岩边,在这里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岩边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来到这里我们算是感受到了地底叨叨的朝鲜族特色 来到岩边,我们可以以岩脊作为一个中心点,然后沿着边境去走一走 岩脊是一个有很多特色美食的地方,有很多朋友来到这之后呢,都说一天要吃八顿饭 才能把想要品尝的特色吃个遍 首先呢,推荐大家尝一尝汤饭,牛肉汤饭,海鲜汤饭,辣白菜五花肉汤饭等等 因为位于东北,所以这里的米饭很香,很好吃 再配上一份热乎乎的汤,在冬日里别提有多暖和了 其次呢,大家可以品尝一下炸酱面或者冷面 这两种面啊,它都是甜口的,但是一冷一热,面条的口感也不同 会给我们的味蕾不一样的冲击 最后,推荐大家一定要尝一尝烤肉或者烤串 东北烧烤的名气,不用我多说了 岩边黄牛肉呢,也是远近闻名 这二者搭配起来,自然是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吃过一次之后呢,就让人难以忘怀 不过,在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不管是烤肉还是烤串,都需要我们自己来烤 也是比较考验自己的手艺的 除了我说的这些呢,其实严吉还有很多的特色小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酌情品尝 相比较于吃,在严吉可玩的地方就不算太多了 朝鲜族民苏园可以去看一看 土木结构的朝鲜族老宅,特色地暖,都让人大开眼界 换上一身朝鲜族的服饰,走进民苏园 好像在一瞬间穿越了时空 在民族园的后面呢,就是茂儿山 登顶茂儿山,还可以俯瞰整个严吉风光 逛逛水上市场,西市场 去感受属于这里的烟火气和生活气息 买些特产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品尝远方的味道 去水上市场一定要赶早 这是早市,在早上的八点半就闭市了 最后呢,我们可以去打卡延边大学对面的网红墙 朝鲜语,汉语的双语门牌 整齐地铺满了整面墙壁 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吉独有的魅力 在住宿这块,推荐大家住快捷酒店 价位呢,大概在150到300不等 虽然这里的民宿很有特色 但是呢,比较容易踩坑 相对来说,快捷酒店住着更干净更安心 大家在延吉市里出行呢,可以选择打车 它的起物价只有5块钱 而且每个地点之间呢,距离并不太远 打车也是比较划算的 离开延吉市,我们可以做两个方向的选择 一是向西南方向行驶 去五颜六色的河龙 看看村子里亮晒的大片明太雨 然后到二道白河 去看看多条大河的发源地 中朝的界山,长白山 二是从延吉向东北方向行驶 去往图门和浑春 看看让我们骄傲自豪的国门 去了解一段曾经的历史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能在浑春附近看到野生的东北湖 或者东北豹 延边是一个有历史 有特色的地方 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 我们可以慢慢地去感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冬天这里天黑得特别早 想要看到好风景 我们必须要早起